第一個字就很大,很重 第一個字就是這一行的一個標準 所以第一個字如果寫X了,後面都很糟糕了 那這裡你可以發現,它似乎提早勾上來了 所謂提早勾上來,一般我們右邊通常都會比較低一點 但它這裡要提早,提早 就是這樣子有什麼好處,這會產生一種斜式 注意書畫都是有點歪喔,常常都是歪的 雖然有時候可以寫正一點,但不是每次都正 大書法加寫大部分都有弧度、斜度 沒有你想像中好像垂直於水平線上 不會,那樣子效果並不好 那這個又來一個姿態 這個往這邊,這個往這邊 寫字為什麼叫姿態 就是東倒西外叫姿態 東倒西外就叫姿態 如果你變成直了,直了那就電線桿 前面兩個字都是很寬的 這時候就來一個窄的 窄,怎麼寫窄呢?就是不要伸長 橫畫不要伸開 不要伸開,這樣就窄了 那姿態呢,姿態是這種錯落的 所謂錯落就是說,這個這邊伸長 這個這邊伸長 它並不是對齊的,不是等距的 很多人會喜歡寫等距 等距這樣子,看起來比較不精彩 這個坡啊,你可以發現上面寫得很鬆 很銳利啊,但是有點鬆 鬆就是看起來 中間的縫隙比較多 那這裡開 縫隙很多,但是下面這女啊 它就寫得很窄 很小 把那空間啊,佔住 這邊是細的,然後這邊是長的 所以感覺上面這筆的空隙 確實有點大 好,細一畫做疏密的 拉得非常的低 然後下面呢,這筆畫寫得非常的緊 那你就可以發現,哇 這拉得很長 好,這也很短 唯一就是這個,又來一個很長 所以它寫字常常跟我們想法不太一樣啊 一般我們攜帶就寫這樣扁扁的這樣寫 那它這邊要把它拉得這麼長 然後這個筆畫又拉得特別長 這個還看起來就稍微端正了 因為它的造型 確實是,某種程度啊 跟我們想法不太一樣 端正的字比較少 但不代表不能端正啊 所以比較少 它這個字端正的原因也很簡單啊 因為它這裡是正的 它因為這個字啊,美字啊 本來就有一種斜式,你知道嗎 本來就有姿態了 它站在那邊就是一個姿態 所以不用再扭來扭去啊 這個頭背起來啊 頭這裡是有交錯齁 這邊是有交錯過來這樣子才是頭 哇,它的音又來了 這邊耳朵旁 這是耳朵旁的草形 然後上面是緊的 緊的,緊的,緊的 然後呢,下面拉得很長 拉得很開 所以它的節奏感就是這樣 所以它的節奏感就是這樣 有很多人 在這裡 有很多人的節奏感